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真的是台独的最大靠山吗 为了准确回答以上两个问题 我们还是从台独的起源说起 台独思潮的出现确实和日本有关 但真实的历史也许会颠覆我们的常识 因为最初的台独理念 却是台湾人抵抗日本殖民的正义大旗 清朝末年 满清政府将台湾及其扶属岛屿 隔让给日本 当时驻守台湾的是黑旗军将领刘永福 刘永福是清末明初的一个传奇人物 他早年参加了天地会 是反清旗义军黑旗军的首领 中法战争爆发后 黑旗军接受大清的收编 刘永福率军抵抗入侵越南的法国军队 多次打败敌军 本来这时候难受的应该是法国人 但满清政府慌了 清王朝一向惧怕英法等西方列强 而黑旗军作为一支由汉人领导的义军 却能屡屡痛扁法军 狭隘愚昧的清政府立即逼迫刘永福回国 并大量削减黑旗军 同时加进和法国政府谈判 终于在没有战败的情况下 签订了屈辱的投降条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刘永福奉命进驻台湾 没想到满清政府还没有抵抗多久 又向日本投降并隔让了台湾 此时的台湾孤立无援 卖国的清政府不仅停止了对台湾的供给 还封锁沿海 扣留大陆民间对台的募捐 为了抵抗日本殖民 台湾爱国人士决定成立台湾民主国 巡抚唐景松被推举为总统 刘永福则为大将军 这就是台独思潮的第一次出现 然而这种以抗日为目标的台独 和如今以昧日为理想的台独 是截然不同的 台湾民主国成立时 年号为永清 意思是台湾永远隶属于大清 所以严格上讲 当时的台湾并非真正寻求独立 而是为摆脱被隔让的命运 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策 台湾民主国存在时间没有超过半年 尽管在刘永福的统领下 台湾居民多次击败日军的入侵 但由于清政府禁止福建广东一带的居民出海援台 台湾最终弹尽粮绝 被日军全面占领 开启了长达50多年的殖民岁月 二战结束后 台湾回归中华民国政府 随后内战爆发 当时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 都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 美苏更希望中国能像南韩北韩 东德西德那样化僵而至 幸运的是国共两党都不愿成为历史的罪人 只不过统一的天平倒向了共产党 蒋介石不得不退守台湾 美国虽然对老蒋丢失政权非常失望 但考虑到台湾的重要战略位置 不得不继续扶持国民党 不过老蒋不甘心完全听命于美国 甚至试图把老美绑上反攻大陆的战车 此时有个美国人的出现 对后来的世界格局造成了深远影响 他叫杜勒斯 不是杜雷斯 杜勒斯是埃森豪威尔时期的国务卿 就是他最早提出了和平演练策略和岛链战略 台湾作为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中的关键一环 杜勒斯更希望台湾能走向独立 所以美国开始暗中支持台独 一是为了分裂中国 二是为了更好地控制蒋介石 蒋介石作为一个老牌政客 当然看穿了美国的企图 所以一段时间内 老蒋和美国关系并不怎么和睦 那时候正好赶上海峡两岸的金门炮战 由于担心美国被迫卷入更大的国共战争 杜勒斯亲赴台湾安抚老蒋 当老杜再次建议蒋介石与大陆划侠而至时 老蒋勃然打路 断然拒绝 但老蒋为了守住台湾 也必须维持与美国的亲密关系 来换取老美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与此同时老蒋对台独势力坚决镇压 然而这时候的台独多少会有美国的影子 老蒋对台独无法做到斩草除根 历史走到这里 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认识到 以分裂国家为目的的台独 正是在美国而非日本的福祉下开始成长 如果说日本在殖民台湾时的黄民化策略 为台独埋下了种子 那么杜勒斯的台湾战略 无疑是为台独提供了土壤 但是为台独施加农家肥 促使台独野蛮生长的 却是李登辉陈水扁和不作为的国民党帮凶 自从李登辉窃取台湾总统后 逐步激活了两讲时代被压制住的台独势力 对台湾人进行台独化教育 分裂国民党 暗中勾结民进党 将陈水扁推向了总统大位 陈水扁就任后 更是大幅度修改课纲 歪曲台湾历史美化日本之民 比如阿扁的黑箱刻纲 允许将台湾慰安妇解释为 台湾妇女自愿前往海外参加慰安工作 把台籍日本兵写成是 热血青年基于爱国热情自愿参加 可以说这样的刻纲处处弥漫着 歌颂日本之民的奴才气息 和阴谋分裂中国的汉奸行为 在这种刻纲的影响下 台湾能涌现出如此多的台独 无脑青年也就不足为奇了 反观国民党传统政客 大多是官僚出身 爱惜与薄 根本不是擅长街头暴力的民进党的对手 尤其是当民进党利用二八事件 给国民党扣上了外省人原罪的帽子后 国民党变得更加懦弱和猥琐 当然最重要的是 国民党内部也混入了不少蓝皮绿谷的投机政客 从这些历史 我们基本上回答了关于台独的背景问题 至于民进党是否是台独政党 答案也许显而易见 但如果换个方式问 民进党成员都是真心支持台独吗 答案就不那么简单了 实际上大部分民进党大佬 都曾加入过反对台独的国民党 沉水变甚至两度加入国民党 如果这些人一不小心成为了国民党的实权派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放弃国民党的政治红利 转而支持台独 同样国民党某些大佬 如果阴差阳错的挤入民进党 会不会坚持九二共识 也不好说 不过支持台独的贬迷 当然不会怀疑阿扁的台独理念 因为阿扁的确借助台独的名义 做了不少分裂国家的坏事 同样也以台独的名义 贪污了巨额公款 阿扁出身贫寒 家境属于三级贫护 不过阿扁不仅聪明 学习工作也都格外努力 所以成年后的阿扁日子过得也不错 这时候台湾爆发了美丽岛事件 以黄兴建为首的事件策划人 大家都被抓捕审判 阿扁经过反复斟酌 决定出任黄姓界的辩护律师 至此阿扁打开了知名度 迅速步入政坛 并一步步走向了巅峰 也许阿扁年少时穷怕了 当上总统的阿扁特别热衷于贪污 作案手法是五花八门 黑道的钱财也是树木惊人 当然了阿扁除了贪财 也大力推行台独 但是台独更像是阿扁忽悠侵律选民的迷魂汤 实际上阿扁没有参与民进党的建党 因为当时阿扁因诽谤罪锅铛入狱 出狱后阿扁正式投靠民进党 不过这时候的民进党还没有台独纲领 阿扁显然不是因为台独理念而加入民进党 所以贪污和台独比较起来 阿扁可能更喜欢贪污 民进党的全称是民主进步党 党民的主要命名者是谢长廷 谢长廷也是美丽岛事件的辩护律师 更是民进党的制多星 有这样的绰号是因为谢长廷做事一向不择手段 其中最成功的站立是谢长廷在行事不利的情况下 借助伪造的录音带战胜了国民党对手 当选高雄市长 除此之外老谢身上还有不少弊案 最有意思的是老谢和邪教领袖宋七利关系暧昧 宋七利自称是神的分身 到处诈骗钱财 谢长廷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虽然宋七利的骗局最终被揭穿 但在民进党执政时期 台湾高等法院判定宋大神棍无罪 谢长廷也成功洗白 不过谢长廷最大的特点是极端迷恋日本 或者说老谢就是个惊日分子 在老谢看来 日本殖民台湾就是造福台湾 更使认为钓鱼道和卫安妇都是悬案 还建议蔡英文政府开放进口日本的核灾食品 作为民进党的天王 谢长廷的台独色彩反而不是最强烈的 所以昧日和台独比较起来 老谢则可能更愿意投入昧日事业 民进党还有两位女性大佬 她们分别是陈菊和吕秀莲 陈吕二人是美丽岛的核心人物 都被判了12年有期徒刑 分别在监狱中度过了6年和5年 比较起来 吕秀莲的台独意识更加激进 吕女士家境不错 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拿到了哈佛大学的法学硕士学位 然而从才女到囚徒的转变 客观上将吕秀莲推向了台独的极端 而陈菊就圆滑多了 他可以为了经济目的访问大陆 也可以为迎合台独势力勾结达赖喇嘛 如果说吕秀莲把台独当作理念的话 那么陈菊则把台独当作了政治工具 从民进党的辈分来讲 陈菊和吕秀莲要高过陈水扁和谢长廷 因为陈谢两人不过就是美丽岛事件的辩护律师 而非事件的参与者 但民进党还有个传奇人物 他的江湖地位要高于陈菊和吕秀莲 他就是施明德 作为美丽岛事件的总指挥 施明德曾被判处无期徒刑 施明德是民进党中少有的硬骨头 年轻时因参与台独被蒋介石政府虐待 满嘴牙齿都被打掉 美丽岛事件后为反抗国民党 施明德多次绝食抗议 绝食最长时间达到四年七个月 国民党当局不得不给施明德插鼻胃管 强迫灌尸三千多次 插鼻胃管当然是非常痛苦的 常人都不会有第二次尝试 同样是绝食 贪污入狱的阿扁也想模仿施明德 可没有坚持多久 而且在绝食过程中 阿扁也一直在偷偷进食 虽然施明德有非常人的坚定信念 但是他并非激进的台独者 在担任民进党党主席时 施明德曾提出了 不必也不会宣布台湾独立的主张 可悲的是 这位为民进党付出最多的硬骨头 最终被不劳而获的陈水扁 等投机政客逼出了民进党 总的来说 如今民进党中的绝大部分政客 并非真正的台独者 但是他们必须高举台独这张神主牌 因为如今的台湾 已经被国民党的无能 和民进党的无耻颠倒了黑白 尤其经历了李登辉和陈水扁 两任领导人对台湾年轻人的卖国洗脑教育 使很多坐井观天的绿营人士把爱台湾和反对统一画上了等号 所以煽动台独成为了一种廉价的手法来收割选票 至于台独对台湾的伤害 民进党政客并不在乎 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官位和继续欺骗台湾的财富 被日本勒索和被美国敲诈也都无所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